大家好 說回美國最新的情況 早前很多市民都擔心拜登上場後 會否完全推翻以前特朗普、川普所推行的一些經濟政策 我看到拜登政府現在仍然會繼續 就有關中國科技企業在美國境內的業務 是有繼續打壓的行動 大家見到有關的諮詢仍然在進行 特別是一些涉及和中國軍方有關聯的企業 其實美國拜登政府都公佈了會繼續諮詢 和進行有關的制裁或者打壓的行動 當然最新事態發展會最後有多少間企業 或者那個限制會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仍然拭目而待 但我們相信有關中國科技企業在美國境內的業務 其實絕對是和美國是有很大的一個 製造一個很大的風險 給美國有關當局的 當中涉及的可能是一些大數據資料 甚至乎一些國家機密在裡面 所以我相信其實拜登政府 無論是在公在私 對於科技的爭戰裡來講 是相對會站得比較硬正的 但我們看回華為最新發展 現在美國和華為 中國華為是一個很明顯很大的爭戰 在裡面無論是一個資訊的安全 還是整個5G科技市場的爭戰 我們見到華為現在大舉進駐到中東境內 背後引申到什麼發展呢 大家要留意中東境內 也有相對多的美軍一些駐防部隊在裡面 究竟這次華為不能夠在美國裏面繼續發展 直接在美國裏面得到資料或者業務的情況下 現在進攻到中東 會不會在側面裏面取得更加重要的一些 國防外交和軍事機密呢 背後也是否在中東這個地方發展 升一輪的科技戰爭呢 這個我想大家都需要密切留意 中東和美國一直以來都在一個緊張關係的情況下 究竟現在中國是否藉著不同的周邊國家 成為一些聯盟去製造對美方的恐嚇 我們看回拜登政府最上任之後的政策 特別在軍事科技 特別在金融上和高科技的產業上 其實拜登仍然沿用或者跟從川普特朗普以往的一種策略 當初背後其實我想大家都很理解到 原因是背後一定要保護美國本土的一些產業 以及這個涉及的是國家安全 因為大家知道無論是金融美國 以一個資本主義為導的華爾街等等的紐約金融市場等等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國產業 我相信美國就算是川普也好 還是現在的拜登都是非常擔心 究竟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是非常重要 第二 對於人民的一些個人資料 或者國家國防機密 或者國防外交資料 這些都是美國非常重要的一些資產 所以我相信其實在拜登政府現在繼續做下去的時候 他們都很緊張關於一些高科技的情況 所以大家看到剛才所說的關於一些科技的限制 美國仍然沿用川普的昔日的政策 限制一些敏感的跟中國軍方有關的一些企業 限制他們在美國境內去經營 我想這個大家都相對來說會比較放心和安心 川普會繼續捍衛金融和科技有關的政策 我們又會問其實是否代表拜登 原來是繼續沿用川普以往的或特朗普以往的政策 講完剛才的科技或金融 但我們都要留意一件事 即是孔子學院不斷增加資源 甚至開放孔子學院在美國裏面不斷發展 那究竟孔子學院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跟中國共產黨非常有密切關係的一個組織 簡單那句是藉著一些學術或文化的交流 在美國境內是不斷派遇不同的人 甚至是一個資訊文化的洗腦 背後其實為什麼拜登仍然會開放孔子學院在美國繼續發展呢 背後我們都相信孔子學院背後的資金來源 可能跟美國的民主黨有密切關係 甚至乎我們籠統地說 其實究竟美國的民主黨背後 是不是也都有不少人收到 跟孔子學院相關的一些利益呢 或者他們的資源呢 我想這個雖然我們沒有一個實質的人證 但我們相信從這個分析裡面來看 我們都可以相信美國的民主黨絕對跟孔子學院 還有有關背後的組織是有密切的一個利益關係 早前我們都見到美國的民主黨的一些黨員 甚至乎跟中共的一些官員有嫌 那這些緊緊的情況我們都相信 其實美國民主黨暫時都未能夠讓到我們積除 即是跟中國關係的疑慮 就普通這位川普發表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除了說他會債捲土重來之外 強調之外 他就有批評拜登政府 批評他有重回的世衛 和對中共那種做法 不是美國優先是美國留下 你怎樣看 我們亦都看一下川普特朗普最近的發言 他一方面讓我們都知道他會從本土重來 他完全沒有放棄美國和他們的核心價值 另外一方面他都同時間批評拜登 重新加入世衛或者國際的組織 而失去了美國主義和美國本土 美國優先等等的政策 我的看法就是大家知道 其實拜登早前也有跟大家講過 在完全沒有一個共識 或者重新要求有關國際組織 重新定位的過程中 貌貌然加入國際組織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我們回想世衛在整個武漢新冠肺炎的抗疫情況上 多處見到偏袒中國有關方面的取態 我們都非常擔心 我們見到現在在國際上很多不同的組織 無論是環保能源或者一些世衛等等的組織 很多機構都見到因為資金或者利益的緣故 傾斜了給中方或者中國有關的組織 現在美國貿貿然加入下去 其實會不會失去了美國在世界上領導的優勢 或者領導的地位呢 這個令人非常擔心 甚至我們會看到美國會不會進一步 跟中國有關的國際組織同流合污呢 這個我想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在會議裡面 川普、特朗普都有不斷重提美國優先的政策 甚至是不能夠在中美貿易戰裡 是被中國帶領回頭 我相信這個綱領也是川普一直以來 讓美國慢慢走向回轉或者成功的一個重要基石 亦都因為這個緣故帶來了給拜登一個很大的壓力 甚至指標 當然我們看現在拜登是否真的讓我們會相信 拜登完全走回川普的一些政策呢 我們看到現在只是一半一半而已 我們這個要非常密切留意 特別在世衛裡面 現在我們看到的發展裡面 在整個新冠肺炎這個情況 抗疫情況甚至乎國際貿易關係裡面 美國究竟取態是怎樣 跟中國的交易關係上 是否一邊罵一邊讚呢 這個我想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我想大家都非常關注 就是美國總統拜登 現在通過1.9萬億的一個紓困措施 或者一些抗疫措施 引伸大家要想到 是否用1.9億來買票呢 大家要留意現在在美國 特別民主黨帶了一個文化出來 就是不斷走向一個共產的主義 我們明白政府的角色是要把資源重整 或者再分配 特別是在現在這麼多災多難 或者疫情的期間 但我們留意如果無了期的福利政策 帶來的就是經濟衰退 現在其實看回全世界也好 其實最重要是能夠令到整個經濟 或者整個社會可以復甦 不是單單靠資助、補助或福利 是可以改變到整個經濟的 現在最重要是我們所說 有沒有gear 有沒有synergy 有沒有energy 有沒有資源 去不斷讓企業可以活化 這個是很重要的 美國民主黨暫時我們見不到 在拜登的政策裏面提出 對於一些農產業 或者一些能源業 可以重新去再發展 特別早前跟大家分析過 農產業是一個很重的賽區 拜登的政策完全是打壓著農產業的發展 第二就是一些能源 大家看到因為綠色的 因為環保的緣故 停止在美國境內 包括一些新的天然氣 或者種種的能源措施 都完全被打壓 這個很明顯是傷害美國核心的 一個很重要優勢 接下來大家見到 如果美國不是有自己的糧食供應 和一些能源供應 就要愛求其他國家 背後引申 其實就會被中國牽著鼻子走